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案件发生了一次巨大变故 然后那株树也被毁了 连济在一旁说 通明点了点头 连济说的没错 这里的确是一株树 这株树叫做暗木 暗木是暗界的象征 因为有暗木 暗界的规则才更加清晰 所以在很早之前 暗界高手层出不穷 后来暗木被毁后 暗界为了让暗木再次发芽 再次建立了暗源殿 可惜的是 无数年过去 暗木也并没有发芽 莫无忌心中一动 张手抓出了一块暗木碎片 你这是暗木碎片 莫无忌刚拿出暗木碎片 通明便激动地叫出声来 没错 这块碎片 是我偶然得到的 我想问问你 这东西怎么样不活 莫无忌捏着手中的暗木碎片说 这块碎片 他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 却就是无法栽活 通明叹息了一声 莫兄 你可真是有机缘啊 连暗木碎片都能弄到 而且还来了暗源殿 不过 虽然暗木极其珍贵 你却是无法在乎他的 要在乎暗木 除了暗木碎片 加上来到暗源殿之外 还需要两样东西 哪两样 你知道也没用 因为你肯定得不到 不要说你 就是圣人也不一定 能同时得到这两样东西 这第一便是暗数性本源珠 莫无忌听到这儿 心头一跳 他可是正好有着东西 当年他和苦菜 同时找到了暗本源珠 现在那暗本源珠 还在他的世界里呢 暗数性本源珠 是宇宙中 最为稀少的本源珠之一 很可能一个宇宙未面 也只有一枚 除了暗数性本源珠之外 还需要稀让 这东西 你更是无法弄到 听了通明的话 莫无忌心头一沉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当初昆运这么好说话了 原来昆运是知道 暗木碎片给了他 也不会有任何的作用 通明道友 你可知暗木有什么作用吗 莫无忌了解暗木 是从苦菜给的水晶球里获知的 他了解这东西是暗界第一质宝 一旦拥有暗木 或是能在暗木之下修行 前途将无法估量 这次回答莫无忌的 这次回答莫无忌的是换题 你之前不是询问我 有没有比圣人更高层次的存在吗 理论上是没有的 因为比圣人更高层次的存在 就必须修炼光明与黑暗两种规则 这样才能超越大宇宙层次 按照大宇宙的规则划分 五行规则加上风雷钉等等规则 全部属于光明属性规则 而几乎所有的圣人 修炼的都是光明属性规则中的一种 或者几种 因为修炼光明属性规则的人 其灵根属性 根本无法修炼黑暗规则属性 反之亦然 但是暗木蕴含着最顶级的黑暗属性规则 以至传闻 得到暗木的人 将有资格同时修炼光明与黑暗两种属性 在自己的世界中 衍生出这两种属性来 所以说 如果拥有暗木 那很有可能成为超越圣人的存在 成为站在所有宇宙巅峰中的第一人 可惜的是 暗木早已消失 有暗木碎片 也没有任何意义 莫无忌此时早已心中狂震 修炼了光明属性的规则就不能修炼暗属性吗 可他明明是光暗同修啊 如果换题说的是真的 那这将是非常可怕的秘密 这种事情一旦泄露 恐怕所有生人都会围攻莫无忌 莫无忌做出了一副失望的表情 将暗木碎片收了起来 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吧 他心中决定 等弄到西壤之后 一定要自己来暗界培育成活的暗木 收起暗木后 莫无忌正想询问如何前往机械台 他的起到落 忽然感悟到了一种从未接触的倒影信息 他隐约感觉 自己的机械值到了突破的边缘 旗戒指应该就是和旗戒有关系 现在他的起到落 在暗界捕捉到了突破的契机 他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 事实上 在对付换题的时候 他的第四指已经有了突破 不过第四指的突破 是建立在他的生死轮值上 莫无忌始终觉得去了些什么 此刻旗戒指要突破 一定是完善和补充第四指 如此 我们尽早去破碎的一件吧 换题看着莫无忌说 他身上被钉了一柄七佛产 实力被压制 重伤远远没有恢复 可以说是这几人当中 实力最差的一个 本来实力应该是最强的 现在却变成了最差的 换题这原来的圣人 心中自然有些郁闷 通明几人也看向了莫无忌 既然莫无忌是小队的头 那大家自然要以莫无忌为主 通明道友 这里安全吗 莫兄放心 我们是通过空间传送过来的 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 但是我们不能从这离开 一旦离开的话 就很难再走掉了 暗原殿方圆万里没有人影 任何人一旦靠近 那就是不死不休 好在前往七戒时 并不需要离开此处 很多人都知道 暗界有通往七戒时的传送阵 但是能找到这传送阵的 绝对不超过一手之术 我恰好就是知道的那个 通明还是有些自得的 通往七戒时的传送阵 可是非常有用处的 我因为有些事情 需要离开暗原殿去外面一趟 最多数天就能回来 我希望大家能在这等我 莫无忌说着 他在暗界感悟到自己的七戒指 即将突破 自然不能离开这里 通明面露难色 莫兄 你一旦从这里离开 被暗界强者知道 那我们将来想再悄无声息 从这通过 那可就难了 通明倒有放心 我如果想离开这里 想必暗界的人还不会知道 通明知道莫无忌是小看了暗界强者 他只能探探手说 既然如此 那莫兄请吧 我们就在这里等你 好 我很快就会回来 话音一落 莫无忌身行一展 直接冲出了暗原殿 小事无踪 等莫无忌离开之后 换题才不紧不慢地说 通明 你应该是知道 莫兄肯定会被暗界的人发现吧 通明鼓作无奈 啊 那莫兄是我们这群人的带头人 他决定的事情 我如何阻止啊 其实通明在心里想 给莫无忌一次教训也好 等莫无忌发现 他并没有自己想象的厉害后 将来自己说的话 自然会被他重视起来 通明认为莫无忌会被发现 倒不是因为莫无忌的实力问题 而是因为暗界的规则不同 在暗界规则之下 无论莫无忌的隐匿手段如何高明 也一定会被人察觉 数个时辰过去后 通明和换题面面相去 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 外面没有任何动静 而莫无忌亦是毫无踪影 可以肯定莫无忌已经离开这片范围了 可是莫无忌是如何不被发现的 换题还好一些 反正他的灵魂烙印都被莫无忌掌控了 莫无忌强当然对他是好的 可是通明的心里却有了一些含义 他发现自己距离了解莫无忌还差得太远了 他交了神魂血印出去 将来难道真的没有半分影响吗 莫无忌不但修炼有暗术性 还拥有胎化异形的手段 若是这样还能被人发现 那只能说他学艺不精 此时的莫无忌早已来到了一处 远离暗原殿的空旷荒野之中 他并没有继续感悟 他的起到落早已感悟的差不多了 一出现在这空旷所在 莫无忌就是一直点了出来 七界之地四指 阴阳 天地何而万物生 阴阳阶而变化起 浩瀚的气息铺天盖地地轰了出去 周围的规则直接撕裂 加在黑暗规则中的光明属性规则 同样清晰了起来 在这一刻 空间规则尽未分明 如果有人在其中 直接会被这种阴阳规则死成虚无 果然超出了生死轮轰出的阴阳质层次 周围的生机分化两种 一阴一阳 一切开始夸他 莫无忌还没来得及检查这一指的影响 他的心头莫名又多出了一指 这是第五指万物 莫无忌明悟过来 原来在这儿 其道路感悟到的并非第四指阴阳 而是七界之第五指万物 或者说 第四第五指本就是相成相起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捏水校 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 由小编C和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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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